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给我点点关注 点点转发 点点再看 一件商店的朋友 可以免费获得我这边 送出的一份新西大礼包 之前我们就有聊过 就是35类 它是属于一个万人的商标 非常香 你看拼多多呢 开始申请这个百亿补贴 这个商标 并且已经通过实质审查 意思呢 就是被官方给受理了 但是还没有注册成功 我们先聊一下 就是百亿补贴 百亿补贴呢 是拼多多推出一个 补贴客户的 平时我有很多朋友呢 就喜欢在百亿补贴里面买东西 很香 比如说买个苹果12 买个苹果13 那比市场上一个价格 要便宜好几百块钱 那抢过来就赚好几百 因为苹果的价格 都是很硬通货 而且都是正品 也有很多黄牛 在拼多多上面 抢手机去卖 你看外面就好多黄牛钱 这就是拼多多的一个 百亿补贴的一个频道 我们拼多多号称 每年要往上面贴100个亿 所以说号称百亿补贴 很多人在里面 抢数码产品 各种产品 非常香 慢慢的 它也类似一个天猫计划算 或者说淘宝双11的 比较成功的一个 电商活动的一个频道吧 那么现在有很多平台 也开始慢慢有这个百亿补贴 某宝某东也有 走过名义上 没有叫百亿补贴 那么百亿补贴申请商标 我估计它是受某宝的影响 因为某宝把双11给注册成一个商标 并且成功拥有多个双11类别的一个商标 我们都知道每年双11 它的购物量非常庞大 双11这个品牌已经深入人心 某宝 他把这个双11商标牢牢拿住 那么现在某多多 他也怕别人把这个商标给抢住了 之前小胖哥有聊过 就是35类的商标 它是属于一个万能的标 卖场型旗舰店的 你像某宝 某东 某猫 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卖场型的一个旗舰店 就一个标 PCC也是属于这个 那么他们注册这个标 就是要让别人到他平台里面去开店铺 那么PCC百页补贴 每年号称补贴100个页 有没有那么多 我不知道 但是别人已经把它做成一个品牌 肯定是要保护起来 开始进行一个商标的保护 现在商标是通过一个受理的状态 就是等待实质审查 什么叫实质审查 就是你提交了之后 给你一个受理书 然后开始慢慢审核你这个商标的状态 能不能给你注册这个商标 这个时候审核这个商标 能不能给你注册 有没有关联到什么商标 实际审查中最主要的一个驳回 就是经常会有商标切法显著性 所以说PCC提交这个百亿补贴的商标 通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有申请就一定有机会 百亿补贴这个商标申请的内容 我也有大致看了一下 就是我们平时申请那些什么广告 替他人推销等等 再一次验证小胖哥跟之前跟大家聊了35类 他特殊属于一个特殊特殊的一个万能标 很多朋友说35类的商标没有用 那么京东卖场型旗舰店 开店就是要这种商标 电商平台也一直要这种商标 你说没有用大平台不可能一直这样去搞 最后我不知道说PCC这个商标能不能申请成功 但是百亿补贴是拼多多的一个在进行的一个活动 未来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品牌 所以说提前布局是正切的 朋友们如果说有商标一定要提前提前去布局 这样的话才不会错过 后期不会被别人敲足杠子 找我小胖哥就是那个帮你布局商标的人 商标官方代理 就是我这种人敲锁 这种人敲锁 一家的父母